黄金在冲破2000美元大关后持续走强 各国央行和亿万富翁 包括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 和房地产大亨Samsil 亿万富翁雷达里奥 都在纷纷买入黄金 同时市场上最近关于美国第一大银行摩根大通 压上身家性命做空黄金 面临爆仓的传言 自然也吸引了我这个拜金女的注意力 今天的这期影片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进行各种挖掘之后 再看看这则传言的真假 为什么说黄金暴涨 会造成新一轮美国金融危机 以及为什么我们普通人 也可以复制亿万富翁的做法 利用他们已经体会到的这些好处 而不是错失两机 清明时节学满村 原理韭菜欲断魂 借问投资何处去 末节今日讲黄金 大家好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财经博主 墨金姐伊丽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首诗是观众4月5日 在黄金大涨的那天给我的留言 很恰合今天的主题 就借来一用 市场普遍认为 贵金属的价格 一直被摩根大通等华尔街压着 所以才难以突破2000美元的大关 而最近的传闻称 摩根大通持有巨量黄金空头仓位 如果黄金继续大涨 等于其对黄金投资方向彻底做反了 摩根大通必然爆仓 其威力要比硅谷银行流动性危机大N倍 引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太令人震惊了 作为一个谨慎的投资者 我当然不会听风就是雨 做好尽职调研 还是对自己负责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调研结果的话 就不要忘了点赞支持一下我的辛苦工作 现在全球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 银行体系出现危机 股市动荡 三月份 美国在一周内连续三家银行倒闭 瑞士第二大银行 瑞幸银行也倒闭了 其中硅谷银行倒闭被称为 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世界 银行倒闭让投资者陷入了恐慌 不少专家担心2008年金融危机重演 当年那场金融危机让退休基金的价值削减了一半 很多普通人如我也都在担心自己的养老储蓄会受到损失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保护自己的养老储蓄呢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家我非常信任的贵金属交易商 American Hard Food Gold 美国哈特福德黄金公司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将个人退休账户 IRA和401账户中的钱转化成实体黄金和白银 让我们的投资组合多元化 从而保护我们的储蓄和退休账户 要知道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当市场崩盘时黄金的价值飙升了50% American Hard Food Gold 美国哈特福德黄金公司是美国最高评级的公司 被美国商业改进局评为A家企业 有数千客户给予了满意评分 通过我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或者马上打电话到866-352-2952 或者发送短讯MJJ到998-899 MJJ就是墨金节拼音的大写手字母 您的手笔符合条件的订单 最高可以获得5000美金的免费白银 感谢美国哈特福德黄金公司 对本期节目的赞助 现在就让我言归正传吧 对于摩根大通的黄金 衍生品空头头寸 可能超过该银行所有资产的传言 我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我没有找到任何一家主流媒体 包括任何大的英文的YouTube财经博主 报道过这个传闻 倒是中文媒体里有一些相关的讨论 有人质疑的也有幸灾乐祸 说如果大家都来买黄金 摩根大通就玩完了 美国也就玩完了 在这些报道里 没有看到任何消息来源的出处 也没有相关的数据佐证 一则推文让我找到了这个传闻的源头 原来在今年3月25日 King World News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摩根大通庞大的黄金 衍生品空头头寸 可能超过银行的资产 文章中 全球顶级基金经理 Steven Leibs博士说 令我失眠的原因 就像摩根大通这样的银行 对黄金引生品市场的敞口有多大 这不是欺诈 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这不再是秘密 因为他们为此受到了太多的惩罚 他们试图控制黄金价格 摩根大通操纵贵金属价格 的确不是一个秘密 2020年摩根大通因操纵贵金属和国债市场 支付了9.2亿美元的罚款 根据摩根大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 和解协议内容 CFTC裁定2008年至2016年期间 摩根大通对贵金属期货和美国国债期货市场 进行了操纵 摩根大通的交易员下达他们从未打算执行的订单 以造成买入或卖出兴趣的虚假印象 从而抬高或压低价格 这种意在制造有需求或无需求换绝的操纵行为 被称为欺骗 Liber在文章中表示 他怀疑摩根大通甚至不知道其空头头寸 对其账面构成的威胁有多大 他说 但如果你看到金价忽然飙升1000美元 他们就会知道 意味着该银行可能会陷入严重困境 我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看到 摩根大通持有黄金空头头寸的实际金额 传闻称 该头寸的规模高达4万灯黄金 另一种说法是约2.5万亿美元的黄金期货 及其他衍生品超过其总资产规模 截至去年12月30日 摩根大通总资产超过3.6万亿美元 是美国第一大银行 同时也是和花旗银行 汇丰银行一起的成为 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三大银行之一 他们会如此不负责任 如此不懂得规避风险吗 我找到了一份财政部 2022年第三第四季度银行交易季报 和衍生品活动的报告 这份由49页报告中的表21显示的是 2022年9月30日 按合约类型和期限划分的 衍生合约贵金属名义金额 金额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 我们可以看到摩根大通涉足场外 衍生品市场和贵金属有关的金额是2132亿美元 只占了所有场外衍生品的0.4% 而截止去年12月30日的这张表显示 该金额下降到2000亿美元 场外衍生品市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市场 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和合约 例如期权期货 调期等等 根据数据摩根大通包含金 银 薄金等等 和众星署相关的仓位金额 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这个数字与传言中说的摩根大通的 大部分资产压住黄金实在相差太远了 我并没有找到它的黄金仓位是多头还是空头 具体的策略等事实依据 那么是不是说 斯蒂芬·利博在造谣呢 以他的身份来讲 我觉得他讲这些话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 李博是他自己位于纽约市的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 他分析金融市场已有40多年 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国的崛起和黄金时代》 投资者如何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获利 他认为因为中国的崛起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牛市 这将推动金价至少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 甚至可能高达1万5美元 他认为以目前的世界格局 美国要想在恢复二战以后的繁荣 再次成为世界最伟大的经济体的方法 就是利用现在的这次机会 接受世界金本位制的货币纪律 世界恢复金本位的呼声正在日渐增大 大家怎么看 感兴趣的朋友请留言 我可以单独出一期来谈 回到摩根大通这里 小摩在操纵市场方面的确生育不佳 被人怀疑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李博认为黄金的价格是被华尔街操控的 所以现在的价格并不是真实价格 一旦华尔街压不住金价的话 黄金的真实价格就会体现出来 比如忽然每盎司飙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话 如果摩根大通真的做空那么巨量的黄金 这样的腐败银行将不复存在 摩根大通如果不再存在 就不是金融危机这么简单的事了 那美国还存在吗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 各位看官你们怎么看 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 不管斯蒂芬礼布日前发布之责 未经证实的消息出于什么动机 我觉得这对黄金是利好消息 目前我观察到的各种数据都显示 黄金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去年12月丹麦圣保银行 受人尊敬的大宗商品策略师奥勒汉森表示 一旦市场意识到 尽管货币紧缩全球通胀仍处于高位 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他认为黄金可能会攀置4000美元的高位 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 约翰·保尔森今年2月也说 拥有黄金比拥有美元更好 因为他认为随着世界走向去美元化 美元将长期贬值 他还指出美联储大量印钞 也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 在这种背景下 许多投资者和中央银行 正在寻找美元的替代品 保尔森说 因为几千年来 他一直是世界储备货币 是美元或其他纸币的合法替代品 中央银行用黄金取代美元的需求 显著增加 这一趋势现在才刚刚开始 他说黄金会上涨 美元会下跌 所以此时 你最好将投资储备保留在黄金上 保尔森不仅仅是在猜测 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 在2022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 保尔森提到的中央银行 对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胃口 越来越大是正确的 央行行长们和财政部长们 可能只关心法定货币 但在幕后 他们正在以人们记忆中 最快的速度吞噬黄金 去年全球央行的净黄金购买量 达到1136吨 美国黄金储备在全球继续遥遥领先 占据全球央行储备量的25% 达到8133吨 储备价值为4743亿美元 事实上 美国拥有的黄金储备 几乎相当于接下来的三个国家 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的总和 俄罗斯以2299吨 位居第五名 中国是第六大黄金持有国 自2022年11月以来 中国已连续四个月购入黄金 累计增持黄金102吨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 四月汇编的最新数据 今年2月 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增加52吨 这是央行连续第11个月 净买入黄金 从今年前两个月来看 全球央行黄金净采购量为125吨 是2010年以来最强劲的连度开局 看起来我们正处于黄金需求 增加趋势的开端 看到这里 我知道很多观众会问我 现在是不是要买黄金 作为一个老派和保守的投资者 其实去年我就说过可以买黄金 但是现在我的确不知道黄金是否能涨到3000甚至4000 很显然 通胀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决定黄金上涨的速度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使用和意外富翁相同的投资策略 我们没有能力去购买像巴菲特选择的那样被低估的盈利公司 也不能每天进行数千次剥头皮的交易 每笔交易的利润只有几分之一 但是购买黄金是最受亿万富翁欢迎的投资之一 几乎任何拥有超过几美元的人都可以投资 并可以从中获得将自己投资组合多元化的好处 请一定记住 我这里说的购买黄金是将你的投资多元化 不是说你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黄金上 如果大家对购买黄金感兴趣的话 可以查看我的视频和致点留言里的链接 你可以从那里学习到更多关于买卖黄金的知识 然后看你是否需要做出投资决定 你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看是否出一期具体如何买卖的视频 当然不要忘了点赞 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话题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订阅的朋友 不要忘了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漏掉我未来的分享了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六不见